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ShadingSphere的架构图 这是一个ShadingSphere的部署架构图 首先中间的数据库集群 是一个一般情况下它是一个MySQL架构或者PG的一个多主多重的架构 在这个数据库集群中呢 很多数据复制同步的事情 或者是这种数据备份呀 高可用农灾的一些相关的事情 都是在集群中去实现的 那么我们为了实现将这些多节点的物理资源 整合成一个逻辑上的完整的集群 为业务提供这个访问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ShadingSphere这样的中间件来帮助我们 联通业务集群和数据库集群 然后搭建这样的一个桥梁 那么ShadingSphere目前呢有两种接入方式 一个是ShadingGDPC 它是一个很轻量级的加把框架 只要你在 只要在你的这个main做标中把它引进来 用户就可以使用分布式数据库中间件了 在引入ShadingSphere之后呢 它可以帮助用户将底层的数据库 这种分布式的架构抽象成一个逻辑的数据库 那接下来说一下ShadingSphere的这个灵魂 首先就是它的这个Sircle解析 这Sircle解析器要理解每一条Sircle具体的含义 然后就是分口分表的功能实现 那借助的这个水平拆分的规则之后呢 请求的Sircle就会被改写成 可以分发到各个节点的Sircle 这个过程叫Sircle的路由和改写 最后呢就是Sircle执行和结果合并的这个过程 再一个核心的功能呢 就是ShadingSphere的分布式事物 它可以保证数据库的ACID的这个特性 目前ShadingSphere支持本地事物 两阶段事物 还有柔性事物 另外一个功能点呢 就是数据加密脱敏这个功能点 它是来源于京东内部的一个业务的需求 是一个安全合规的需求 同时外部业务呢 也越来越多的关注到数据库安全的问题 所以ShadingSphere在ShadingSphere 4.0的这个版本里 我们就加入了数据脱敏的这个功能模块 它支持用通用的这种加密算法 也可以支持这种企业级自研的加密服务 最后一个功能呢 就是影子表的功能 它可以帮助这个生产 它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研发吧 通过把生产的这种流量 引入到用户的这个测试环境里边去 然后就可以用实际的这种业务访问压力 去进行这个数据库的全链路的压测 另外一个核心的模块呢 是弹性扩容 当我们使用到这个ShadingSphere 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按照原有的架构的规划 可能无法承受现有的这个数据的容量 或者访问的这种并发量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去对原有的架构 进行一个扩充 刚好ShadingSphere有了这个弹性扩缩容的这个能力 我们通过在底层添加这个存储资源 ShadingSphere呢 帮助集群去把这个数据 重新萎杀里 然后打散到所有的这种存储单元上面去 之前呢 这个功能就是基于京东内部的一个数据传输工具去实现的 那现在呢 ShadingSphere已经把这个弹性扩容的这个能力 集成到了内核里面去 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服务了 最后一块 最后一块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服务治理 一方面呢 ShadingSphere需要一个地方去存储整个的集群的原数据信息 还有水平拆分的规则信息 铺表 结构信息等等 另外一方面呢 整个分布式集群发生变更或者架构上的调整的时候 也需要一个调度中心 将某一个节点产生的这种变更的配置 分发到其他的这个代理节点 这样ShadingSphere所有的服务节点的配置就能保存一致 同时呢 这个ShadingSphere也支持这种配置信息的版本管理 比如说你的集群在变更过程中充现了某些错误 我需要快速的回滚到之前的一个正确的配置版本上面去 那这个服务是能够帮助大家快速的去进行这种版本的管理和更换 另外呢 服务治理模块呢 还包含了这种熔断的功能 禁用或者限流等这种 在业务上经常会使用到的一些管控功能 当然服务治理呢也少不了监控报表可视化的这样的功能 因为ShadingSphere虽然说是面向一个 一个开源的 面向 是一个面向研发的开源的属于铺中间间 但是呢 它对于运维人员和这个管理人员的这个运户群体呢 也是非常友好的 ShadingSphere也做了很多提升用户体验的功能 所以ShadingSphere也有一套UI的接口方案 用户可以基于这个metrics的功能 去定制化自己的这个UI的界面 或者呢 介入自己原有的一些管控系统 那接下来就是第二部分 就是我们可能要重点要去和大家分享的 是我们如何利用ShadingSphere去打造一个分布式数据库的这个产品形态 目前呢 国内的数据库产品分布 呈现一种这个以关系型数据库为主 非关系型和混合型数据库为辅的这么一个局面 国产数据库的产品呢 大多数都是基于买Circle 高斯或者PG 这样的数据库 然后结合某种这个数据库中间间进行二次开发而来的 那么我们如何选用中间间作为国产数据库 这个计算引擎层 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接下来呢 我会以以下几个要点来分析一下 如何选用一个适合自己的数据库中间间 那第一个呢 就是中间间产品对这个业务的这种适配度 我们要实现的是数据库产品 有可能是TP型的 也可能是AP型的 还有可能是HTAP类型的 那所以说你要选择一种中间间产品 能够适用你这样的数据库的类型 中间间呢 是否可以做到对业务的这个透明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否能够完全匹配你现有的这种业务的场景 直接决定了数据库最终的产品方向 那第二个点呢 就是中间间能否为数据库产品提供必要的这种核心功能 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能力 那首先呢 就是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呢 一个是分布式能力 另外一个就是地币的这种兼容度 事物能力 毒血分离的这种能力 容灾的能力 以及安全保障等 这些都是中间间成为数据库 计算引擎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当然我们选择中间间呢 也要关注它的发展的潜力 研发团队的这个规模也非常的重要 这个直接决定了它的这个产品的生命力 它所属公司对这个产品的支持力度 功能迭代的这种进度也需要去关注 我们做国产数据库的目的呢 是为了实现这个基础服务组件的这个自主可控 所以说呢 中间间的开源程度 包括它的这种社区的成熟度啊 活跃度啊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 介入门槛的问题 整个中间间的依赖的组件 整体的架构 直接影响了这个分布式数据库 引擎层的整体的效率 一个好的中间间产品 它拥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生态接口 作为国产数据库引擎的一个扩产点 用户可以基于这个扩展点呢 来自行 来进行这种自行的定制化的 或者说是个性化的这种功能开发 这呢 就是对这种 大家呢 非常的友好 最后呢 就是中间间产品 要具备丰富的这种应用实践的案例 透过实战来验证数据库中间间的这种成熟度 所以说用户呢 也要关注中间间已有的客户群体 包括中间间的口碑 那Shutting Sophia 在以上的几个维度呢 已经做得相当出色了 Shutting Sophia的核心的主旨呢 就是高灵活度 可插拔可扩展 那接下来呢 我会重点介绍一下 Shutting Sophia 为打造分布式数据库形态 而增强的一些功能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Shutting Sophia 来打造分布式数据库的这个理由 目前呢 这个Shutting Sophia的Sirco引擎这块呢 是一个非常 对买Sirco 对PG非常友好的这么一个Sirco引擎 所以说Shutting Sophia的这个Sirco解析的能力 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地步 目前呢 基本上已经具备了百分之百的这种兼容能力 我准备的是买Sirco这块 然后在PG方面呢 Shutting Sophia目前呢 也正在不断地去完善 目前Shutting Sophia的这个Sirco解析引擎 采用的是这个Antler加GIS文件的这种方式 那GIS文件呢 是用户自定义语法规则的这个文件 它GIS文件呢 是这个Antler生成词法解析规则和这个语法解析规则的一个基础 那Antler呢 就是基于GIS文件规则生成这个Sirco解析的代码 从而实现了Sirco的这个自定义解析生成语法术 那么Shutting Sophia为什么要自定义这个语法文件呢 因为这种方式能够解析的更加全面的Sirco 也可以按照开发者的思路去设计解析规则 最终实现这种坚容度更高的 或者说可以兼容更多的Sirco类型的这个目的 那接下来就是Shutting Sophia会基于这个AFT的语法术 进行相应的Sirco的改写啊路由啊执行 最终呢完成一个Sirco请求的生命周期管理 Shutting Sophia不仅仅是为数据户中间键做的一个Sirco解析引擎 用户可以基于这个功能点去做扩展 去定制自己的一些产品 Sirco解析器可以作为独立的这个工作组件 为数优库其他生态产品提供一些Sirco解析能力 比如说Sirco审计的这个功能 它是通过Sirco解析引擎生成语法术 获取相应的keyword 然后就会对这个语法术进行各种维度的这种统计啊计算 最终结果服务于审计的这个各个维度的功能 例如呢 户表结构的这种访问次数啊 这种户表的这种热点信息的统计啊 包括高危Sirco的拦截等等 此外呢 数据库变更的这个流程过程中呢 就是Sirco审核也是借用了Sirco解析的能力 进行Sirco的一些开发规范的检测 以及高危Sirco的预警 那么在分布式数据库的读写分离的解决方案中呢 计算引擎能够将这个止读Sirco的路由 这个能够将这个止读的Sirco请求路由道从户 就主要依赖的就是这个Sirco语句中 对Hint关键字的这种识别 因此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这个Sirco解析的能力非常的友好和灵活 这也为之后Sirco知识更多的这个数据库类型埋下了伏笔 那么在我看来呢 未来的Sirco知识数据库中间键 在这个领域有可能成为一个数据库访问网关类型 就是类似的产品 它可以通过Sirco知识去访问各种各样的数据库类型 那么分布置数据库的操纵语言 就是叫Dist Circle 那Sirco在5.0中引入了这个Dist Circle 它呢和传统的DCL语言非常的相似 目的在于通过这个Sirco语言来管理维护分布置数据库 例如我们给一个数据库集群添加资源节点 需要使用这个AdResource这样的一个语句 如果节点出现了故障或者需要做是缩容的调整 我们需要使用JobResource类似的语句去实现 最后呢用意人员经常会查看某些集群的资源信息 这个时候就会用SoreResource 这种Sirco 一般为用户 一般就会为这种用意人员 或者是这种DBA提供这种管控操作指令 或者说成为这个管控生态工具 和中间间之间的这种交互的这种指令 帮助去我们去实现这个ShadingSphere 与数据库内核的信息交互 那么ShadingSphere最新的这个版本是5.0Beta版 在这个版本当中呢已经发布了这个功能 初期用于这种加载及展示ShadingSphere的配置信息 主要包含资源管理呀 规则管理高可用管理 读写分离管理和破缩容管理 这几种类型 这类Sirco语具包含创建 修改删除展示等具体的这个操作命令 现有的Dist Circle种类和语法呢 不一定完全满足众多客户的这种需求 尤其是在这个百发齐放的这个国产数据库盛行的时期 Dist Circle种类以及后续的这个Sirco解析会随着存储层数据库类型的不同而出现很大的差异 例如这个分布式数据库的中创建表结构的时候呢 有的数据库是利用Dist Circle先创建分库分表的这个路由规则 然后再通过DDL语句去创建具体的这个库表 而在有的分布式数据库中是直接用DDL语句 在后面添加了分布分表的这个路由规则去实现的 那后续呢 ShadingSphere也会基于用户的需求和管理需要 增加更多的这个Dist Circle的种类 如果大家想借用ShadingSphere中间键的能力去打造分布式数据库的话 那建议呢 我们延续ShadingSphere的这个Dist Circle的规范 以及Circle解析的方法 这样我们就可以共同维护ShadingSphere的生态 不断去丰富Dist Circle的种类 最终呢 希望我们能够建立一套Dist Circle的标准规范 这也为大家用ShadingSphere打造分布式数据库 提供相应的这种管控接口 那么Dist Circle的出现呢 使ShadingSphere的所有操作均通过这个Circle去和内核交互完成 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让ShadingSphere从数据库中间键的预先分配 预先配置的这个工作流中 转向了这个分布式数据库动态操作的工作流程 那么ShadingSphere呢 接下来讲一下ShadingSphere的分布式事物 ShadingSphere为这个大家提供了统一的这种分布式事物适配的接口 可以接入大量的这种第三方的分布式事物解决方案 通过这种标准的接口 开发者可以轻松的将其他的这种整合的方案 融入到这个ShadingSphere的平台当中去 在比如说在RPC模式下 我们可以选用这种Atomic或者Nariana 在柔性事物里边我们可以选用SATA Saga等等 各种这种分布式事物解决方案呢 均有各自适合和不适合的这个场景 那么ShadingSphere的另外一个功能呢 就是数据加密 这个呢在现有的这种国产数据库当中呢 越来越被需要 那么在以前呢 就也就是在ShadingGDPC这个阶段呢 大部分的这个 以前的这种数据加密的这种方式呢 都是在应用这个节点去做的 也就是说这个加密的这种API信息 这种架包呢 是通过应用程序去侵入到它的代码当中去的 然后所有的这种数据请求呢 都通过这个应用程序 然后进行一个数据的这种加密转换 最后写到数据库里面去 在早期的这种方式呢 其实对程序的侵入性比较高 然后整体对研发的这种压力非常的大 而且呢它这种方式呢 对这种加密的密钥呢 不能够这种定期的去做改变 或者去做这种定期的调整 那么我们把这种加密的能力放到了这个 ShadingSphere的这个驱动和这个中间建立之后呢 就形成了这个在京东科技内部的一个2.0的一个加密的版本 这样的话呢 应用就不需要以在这个代码里边去引用这个加密的这种架包 我们把这种加密的这个API架包引入到了这个ShadingSphere里边去 这样它就会对应用是透明的 对应用无需做任何的这种改造 同时呢 这样的加密的这么这种方式呢 可以通过这种加密服务定期的去做这种密钥的这个动态变化 那接下来就是ShadingSphere在数据库高可用方案上的一些兼容和改造 那么ShadingSphere呢 本身其实它是不管理这个数据库的这种 呃容带切换的这些事情的 你只呃在传统的这种架构下呢 你只需要呃自己去管理好底下数据库节点的这个呃容带切换的关系 然后告诉给ShadingSphere ShadingSphere就可以重新的去做这种路由的这种推送 那么我们要去做的是一个呃数据库 那么这个时候呢 整个的过程呢 就就要变得相应的这个流畅和呃顺滑一点 那这个时候呢 ShadingSphere为了呃能够很快的去感知到这种数据库的节点上的变化 然后快速的去推送给所有节点这个新主顾的信息 呃为为了这个目的呢 然后ShadingSphere开发的这个高可用模块 然后目前这个模块呢支持两种方式 那第一种方式呢 就是假设底层的数据库是一个呃 MySQL的MGR的集群 那么这个MGR的架构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自动的通过这种PACSource协议去做一个选举 呃 然后当这个故障出现的时候呢 整个选举过程也非常的快 那所以说ShadingSphere在这块的改造就是 它会有一个呃 分布式调度 然后不停的去请求 数据库集群去获取新的主顾信息 当这个ShadingSphere集群 发现主顾信息发生变化的时候 它就会触发一个呃 HA的一个规则 就是要通知所有的这个代理节点 呃 然后重新去配置新的主顾地址 这样的话呢 就实现了这个 呃 ShadingSphere就帮助这个用户实现了这种 呃 数据库节点的这种容带切换 呃 它保证的对业务来说是呃 透明的 不需要任何的改动 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 呃 就是这个ShadingSphere 呃 呃 除了跟这MGR的这个 呃 集群有一个相应的一个 呃 呃流程上的编排之外呢 它对传统的这种MHA 或者说用户自研的一些高可用模块呢 也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个 这个API接口的一些兼容 这种这种方式呢 其实也是说 这个ShadingSphere的这个 服务治理的这个模块呢 不断的去 向这个呃 高可用的模块 或者是这种数据库管控模块呢 去做这种呃 信息的探测 当发现这种呃 比如说高可用模块进行的这种数据切换呃 呃 主动信息的这种变化之后呢 呃 他会马上的去呃 通过这种呃 API的方式呢 去去修改自己的这个呃 治理里边原数据的相应的信息 然后迅速的去分发到所有的节点 这样就实现了这个 这个数据库的这个切换的这个动作 所以说这个ShadingSphere对这个数据库的这种高可用的兼容呢 呃 也做了一些相应的改造 呃 后续呢ShadingSphere也会呃 对其他的比如说PG呀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种容带切换的类型呢 去做这种接口上的这种改造的 那么以上呢就是ShadingSphere 为打造这个分布式数据库形态而增强的一些部分的功能 呃我没有全部都讲 只是挑了一些呃我认为比较有特色的功能 去给大家去分享 那么我们围绕这个ShadingSphere这些功能特点呢 如何去打造自己的国产数据库的呢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呃稍微罗列一下 我们是通过哪几个方面去做的 首先呢是围绕着水平拆分这个功能点 呃中间件通过这个 呃通啊对这个中间件以前呢 就通常是用一种手动的方式去配置这个拆分规则 呃来实现这个路由拆分的这种策略的配置 后续的这种策略调整呢 也都是通过这种修改这种压谋配置文件的方式来实现的 当然ShadingSphere呢 也提供了一些Java的这种API接口 这种方式呢 适合通过编程进行动态的配置 呃动态的这种配置调整 这种场景下使用 但是这两种方式都不太适合这种数据库形态上使用 所以说我们要建议建立建设一个资源配置中心 来管理分布式数据库的原数据信息 和水平拆分的规则信息 同时呢 一般分布式数据库多采用的某种 呃这种路由算法当作这种默认的算法 或者说呃分布式数据库的最佳实践的这种算法 啊将他将这种算法呢 内置到数据库的引擎里 例如说哈希算法或者是呃这种范围分片 也就是说用户在使用这种这种默认的或者说最佳实践的算法的时候呢 他无需要关注呃数据库呃分布式数据库的底层的这种库表数据是如何分布的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考虑路由的规则 数据库会以这种默认的方式去实现这种无感分布式的这个效果 为了提升这个用户对分布式数据库的使用的体验 通常需要对这个沙丁水份的水平拆分的能力进行一些封装 另外呢就是用户如果希望按照自己的设计 呃去配置这个水平拆分的规则呃来实现这种数据的分布 或者说对原有分布式数据库的相关原数据进行变更调整 那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利用Sharding Sphere的这个Dist Circle和这个数据库引擎交互进行交互的这个能力 呃通过Sircle语言来管理维护分布式数据库相关的一些操作 那Sharding Sphere的这个Dist Circle到目前为止呢 并不会完全覆盖用户维护数据库的所有操作命令 所以需要数据库的开发者参与到这个Dist Circle的开发规范 设计定制个性化的这种管理 呃这种管理命令里边来 然后让我们大家共同去维护这样一个Dist Circle的规范和生态 那第二点呢就是刚才上面也提到了这个资源配置中心 那在数据库形态当中呢 它属于分布式治理引擎 Sharding Sphere现在支持CK和ETCD的数据存储 但治理引擎的功能呢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例如说这个全局序列 调度能力 Metric监控的能力 配置分发能力 以及全局时钟等功能 那这些呢都是分布式数据 分布式数据库治理引擎包含的功能 我们可以基于这个Sharding Sphere现在的这个治理框架呢 进一步的完善和加强 那第三点呢 刚才一直都在说的数据库形态 那么这里指的数据库形态 就是我们利用Sharding Sphere中间键 去打造分布式数据库的时候 必须要去实现的能力 首先呢要建立分布式数据库 一体化的权限体系 有了这个集群级别的权限体系 分布式数据库才能正式的投入到 生产使用中去 其次呢要建立分布式数据库的 弹性扩缩容的能力 而且要适配更多的这种使用场景 作为国产数据库呢 人们对数据库的这个数据加密的能力 以及Surcle审核的能力 非常的看重 因此呢 借用Sharding Sphere的数据加密接口 和Surcle解析的能力呢 我们能够很快的实现 分布式数据库的加密功能 和审计的这个功能 最后就是分布式数据库的 这个事物的完善 Sharding Sphere提供了许多的 这个事物模型的这种适配接口 但是作为数据库的开发者来说 还是要进一步管理和优化 事物模型的每一个交互的逻辑 必须必要的时候要做一些定时化的开发改造 这样我们基于这种事物模型去做的这种分布事物能力呢 就会更加的精细 性能呢也会更加的优越 那第四点呢就是数据的一致性与高可用 作为国产数据库 作为国产分布式数据库 用户最关注的就是这个数据的 一致性和高可用融灾能力 目前大多数这个数据库的解决方案呢 都采用了一个移植性的 在就是大多数数据库的这种解决方案呢 就是在这个数据库移植性方面 一般有两种 一种呢是基于这个分布式 移植性协议 Pikes out或者raft去实现的 另外一种呢就是基于 存储从数据库之间的这种复制能力 实现的节点之间的同步 那做的好的厂商呢 可能会基于这个主同复制的能力呢 进行一些定制化的开发 实现了这个多副本 强同步的这个效果 那在高可用融灾的这种解决方案当中呢 也是分为 大致也是分为两种 一种呢是基于分布式 一致性选举的方式 其实它是跟上边分布式 一致性协议是配套的 它们是一体的 另外一种呢就是 自己开发实现的这种 主层切换的逻辑 因此在数据一致性和这种高可用融灾 这两个功能上呢 Sharding Software作为计算引擎 需要和存储引擎 治理引擎和管控引擎 做相应的这种交互 适配的一些开发 第五点呢就是Sirco兼容度 目前呢 Sharding Software对买Sirco的兼容非常的好 但如果用户使用其他的数据库作为底层的存储 就需要这个基于Sirco解析的规范 进一步完善这个兼容适配了 另外刚才提到的这个Dist Circle的功能的兼容 对于一些定制化的管控命令呢 也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开发 同时Sirco优化的能力呢 也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那最后一点呢 就是数据库的这个管控生态 国产数据库整体朝着提供这个数据库核心的特性 与运维管控一体化的这个解决方案呢 这个方向在发展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国产分布式数据库呢 既能够提供数据库自身的核心功能 也要提供数据库周边运维生态的管控能力 例如这个资源的可视化 性能的可视化 故障的智能诊断 运维自动化 数据服务 以及这个云原生对接的相关的这个开发的工作 从上面这六个方面可以看出呢 我们打到一个分布式数据库 在ShadingSphere提供的功能基础之上 还要做非常多的这种扩展性的这种研发工作 基于ShadingSphere技术的扩展点和功能点 用户可以完成一个个性化的 这种自己的数据库的这种需求 那最后呢 这就是我们基于ShadingSphere实现的分布式的一个大体的一个示意图 首先呢 就是ShadingSphere目前呢 应该是有三种的这种方式 一种是SideCart 一种是Proxy 还有一种是GDPC 那么SideCart呢 目前还没有特别成熟的案例 但是呢我们作为这个借用的ShadingSphere生态呢 其实也是考虑了未来ShadingSphere的SideCart的模式 如果成型的话 其实它也是一种 一种数据库的反应方式 那么在这个ShadingSphere这一层呢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的 不管是数据库集群呀 分布式事物啊 弹性扩容和这种治理 这每一个层面都要去做一些相应的这种开发和定制化的改造 然后以去就是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去适配这个整体的数据库的形态 那再一个重要的点呢 就是说每一个模块的交互 以前都是这种API接口的方式 那么现在呢 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DIST Circle 通过Circle的方式去进行这种 这种内核或者功能之间的这种交互 那么在管控方面呢 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这种开发的工作 刚才提到的这种高可用的管控 安全的管控 这种运维自动化 性能诊断 包括数据库变更相关的这个周边生态的这种管控工具 都和这个Shutting Sphere做了相应的适配 最后呢 就是这样一个整体的这个借用Shutting Sphere 打造的这种分布式形态的 它能够非常灵活的去不断的去扩展功能 然后不断的去调整你的一些内核模块的一些 功能的这种实现方式 因为它是一个可插拔的一个平台 比如说我们对这个柴形优化的这个模块 做的不太满意 我们可以推翻的重新去做一个新的柴形优化的模块 去插入或者说集成到这个Shutting Sphere里边去 或者说我们对某一个这个管控的这个功能 做的不是特别好 我们后来之后可能会在这种管控的兼容性上呢 会做一些调整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很灵活的去做这样的一些改造 所以说呢 Shutting Sphere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这种开源的分布式中间件 它的生态 它的这种接口 它的这种可扩展的能力都非常的强 OK那今天的分享就到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听